对于女人来说是需要哄的 哄好了就有好日子过 那对于男人来说 你适当的哄也会让他更加温暖 也会更加珍惜你 聪明的女人会用这三招哄自己的男人 男人都抗拒不了这三招 所以女人要懂得哄 一 会时不时的夸赞他 男人也是要面子的 听到你的肯定和夸赞 他会更加开心 也会对你们的感情更加充满信心 因为得到自己最爱的人的认可 比吃什么都甜 他会更加有动力 二 会时不时的给他小惊喜 女人喜欢浪漫 男人也同样会感性 也希望自己爱的人能够给他带来感动 在平淡的生活中带来一点小情趣 偶尔给对方买一件他喜欢的东西 他肯定会更爱你 只有懂得男人心里的人 才会更留得住感情 三 会时不时的向他表达爱意 情侣之间 夫妻之间是要相互表达自己的情感的 偶尔的主动亲衣 会让对方感到你的爱和重视 偶尔的关心和我 他会更加对你动心 所以一段好的感情是需要技巧的 女人也要哄好自己的男人 相互在乎 感情才会更长久